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林平芳 上几个视频你们已经学过大部分的抠图知识 包括Photoshop的基本操作技巧 怎样去抠图 以及怎样去修补面部的肤色 今次是本系列最后一期的视频 其实 在抠图的过程里是蛮花时间的 尤其是在面颊方面的修饰 需要很精细的慢慢去做 整个过程是颇未费时 不过有一个快速的方法 可以在短时间内抠出一张漂亮的图片 所以我今次特的做一个视频出来 教大家怎样去加速完成抠图 有关抠图的整个过程 我之前已经介绍的很详细 你可以看回本系列的第四个视频 我不再在这里重负讲解 当我们把自己的大头照片覆盖上去 把模特儿的头像遮盖之后 我们需要把自己头像以外的背景全部擦掉 只剩下自己的面孔 面颊 和头发等 无可否认 这个步骤是相当花时间 尤其是要擦掉面颊和下巴周边的多余部分 更加要小心处理 尽量不要擦到面颊和下巴 虽然在这方面是很花时间 但这是一次过的 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做一次就够了 因为将来可以重复使用同一个已经修改好的头像 当我们第一次把头像做好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把头像输出 并把它储存成一个档案 下次如果我有其他的图片需要移花接木 我不需要再花时间去修改头像 直接把自己已经修改好的头像档案呼叫出来 把它覆盖上去别的模特儿头像 这样就能够很快的修改出另一张新的图片 这些都是我已经修改好的头像 日后如果我要抠图 我只要选一个较为合适的头像覆盖上去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节省很多修饰头像的时间 我现在就示范给你们看我怎样做 先打开我上次示范给你们看的图片 这张图片是我上次花了一段时间 把我自己覆盖上去的头像修饰得很漂亮 也就是说我的头像图层已经建造出来 这个头像图层是可以多次重复使用的 我只要把这个头像图层输出并储存成一个档案 这个头像图层的档案就可以重复拿出来使用 直接覆盖到多张不同的模特儿照片上 当然 覆盖上去之后还是需要做一些纠正功夫 例如需要调整头像的大小比例 头像的倾斜角度 以及头像与颈部的衔接位置等等 但这些步骤并不会花太多时间 而最重要的是我不需要花时间去修饰面颊和下巴 这个步骤是最费时的 所以我可以节省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今次这个示范将会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我会示范把这张图片的头像图层输出成档案 第二部分我会把输出的档案直接覆盖到另一张图片上 现在就请跟我来一起学习吧 这是我已经造好的头像图层 你可以在这里任意打开或关闭它 如果要输出头像的话 在这里又基并选取快速导出为PNG 然后在这里选取你要把档案存放的地方 给它一个档案名称 例如图层 例如图层EPNG 在这里按Save 它就会被储存起来 我们再去看回刚才储存档案的地方 这些都是我之前造好的头像档案 这个就是我刚刚储存的头像档案 现在我继续示范第二部分 把我的头像直接覆盖上去其他的模特儿照片 在Photoshop里打开另一张模特儿的图片 其实做法跟一般抠图的步骤是完全一样的 不同的只是用一个经过修饰的头像档案 取代了之前含有其他背景的大头照片 那我就不需要把头像以外的背景擦掉 更不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修市面颊和下巴 怎样去选取一个较为适合的头像 以及抠图要注意的纲要与细节等 你可以看回本系列的第三个视频 我也不在这里花时间去重复 让我把这个已修饰好的头像覆盖去另一张图片吧 在Photoshop里打开另一张模特儿的照片 在Windows Explorer里选取我需要的头像档案 我随便挑选一个面孔方向较为接近的 头像的头像来做示范 把这个头像档案直接拖到模特儿的背景图层上 做法跟上次的抠图示范是完全一样的 有关整个详细的步骤 有关整个详细的步骤 你可以看回本系列的第四个视频 选取整个头像档案的范围 再建造一个新的头像图层 在这里把原本的头像档案关闭 只剩下新的头像图层 然后把它缩小到跟模特儿的头像差不多 再调整好它的倾斜角度 对比之下 很明显有一部分头发是多余的 粗略的把它擦掉先 把它再缩小一点到于模特儿头像一样大小 互相对比一下它们的大小比例 互相对比一下它们的大小比例 倾斜角度与位置等 覆盖上去之后 覆盖上去之后 你也可以关闭或打开头像涂层 互相比较是否匹配 以做进一步的调整 最后的步骤就是把多余的头发擦掉 这些步骤是无可避免的 不过这种方法已经节省了很多时间 现在已经大功告成了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可以把它储存起来 你可以把它分别储存成两个档案 一个是PNG或者JPG档案 另外一个是PSD档案 PNG或者JPG档案是普通的图片档案 而PSD档案是Photoshop的专用档案 可以用作日后的修改用途 如果你们有任何疑问 欢迎在下面留言 各位朋友 本系列一连六集的Photoshop教学视频 已经圆满结束了 这系列的视频是专为那些 对Photoshop零基础的人而设 特别精简 而且容易上手 如果你对Photoshop没有什么基本的操作之时 或者你又对抠图有兴趣而又想学 那本系列的视频最适合你观看 希望你们能够从中获益 由潜入深 更上一层楼 祝你们成功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做得不错 那就请给我一个点赞 顺便在下面留言 帮我订阅 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以及把这个视频分享出去 谢谢大家 再见 我订阅 我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